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2022年的蛇星座的念读运试 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有几个部分 因为从这个财政占星的学派来说 2022年其实走入了一个 有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个年份 所以在这个年份当中 金融市场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上下震动跟波荡 所以大家在这个投资理财方面要特别小心一点 那第二件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 是在2022年的第四季 就是10月到12月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因为火星逆行的关系 所以会有比较严重的暴力之情 因为在双子座 那也因为火星逆行在双子座 在明年的第四季 比较可能会有重大的交通意外发生 另外就是双子座这个星座 在医药征型上 基本上它跟肺部跟呼吸系统 其实多多少少有一些关系 那火星逆行的情况下 我个人会觉得在第四季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小心传染病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口罩一定要戴好戴满 你要记得勤洗手 在明年第四季 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另外就是从2021年底 一直到2022年的1月份 金星这颗主管爱情还有金钱的星星 都会在一个逆行的状态下 所以这一段时间也是大家要特别小心的一段时间 那今年的年度运势方面 我也会加上跟出国旅行有关系的运势 我知道很多朋友们其实已经闷很久了 明年是有可能会开放一些更多的国际交通 大家有可能可以出国的时间 我会告诉大家 出国旅游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一些什么事情 最后就要告诉大家 我的Podcast现在也上线了 每个月我都会把每月的运势放在Podcast上 年度运势的部分在12月中也会放上去 欢迎大家多多下载来听 好的 现在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接下来的这一年当中 车星座的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在整个2022年里面 是做的你财运其实是相当良好的 赚钱是还蛮顺利的 那如果你是自己开店当老板做生意 做网拍做副业或者是做销售业务工作的话 在这一整年里面 其实整体的业绩表现是都会还蛮不错 生意是还蛮兴隆的 那在这一整年里面 女生的财运会是比男生还要来得更棒的 那在投资理财运势方面 金融商品相关的投资理财运上 1月到9月里面 运气都是相当良好的 容易会有很好的获利 那在不动产相关的这些买卖交易方面的运势上面 这一整年其实运气都还蛮不错 也会从这方面赚到不少的钱 那在不动产交易的部分上 是对男生的运气是会比女生来得更好的 会赚到更多的钱 那在整个2022年里面 在产运上有一些事情也是要比较小心一点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这一年还是会有破大财的机会 那主要的原因是跟你离婚 或者是你偷吃劈腿被抓到有关系 因为在这一整年里面 如果你离婚或者是偷吃劈腿被抓到的话 可能就会因此需要赔给你的另外一半一大笔的钱 但也像这种情况 视作的男生发生的话 会更加的严重 赔的钱会更多 所以视作的你在这一整年里面 要记得千万不要偷吃劈腿 才不会造成难以处理的结果 那当然这一年也是不适合离婚的 那如果真的要谈离婚的话 在财产分配的这个部分上 也要小心好好的跟对方讨论一下 在金融商品相关的投资理财运势上面 10月到11月是相当不好的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做任何投资理财决定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谨慎多考虑一下 最后视作的朋友们 你的爱车在这一年里面 被偷或是损毁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 要特别注意你的车子的安全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身体健康好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整个2022年里面 视作的朋友们在交通运上 大致是总等的 每个月有运势起伏的部分 我会在每月运势的时候 提醒视作的朋友们 记得要去看 但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视作的朋友们 2022年里面 跟交通相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车子比较容易失窃 所以一定要好好看紧自己的爱车 在出国旅行的部分上 1月到4月 还有11月到12月 这几个月份 出国运势比较低迷的 在海外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会有财务遗失 或者是会有生病的情况发生 所以在这几个月呢 我是比较不建议你出国旅行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2022年里面呢 身体健康运最差的时间 是10月 还有11月的这两个月哦 在这两个月里面呢 要特别注意血压 心血管肺部 还有呼吸系统的健康 另外是在这两个月里面呢 视作的你也是比较容易 会有受伤流血的情况发生哦 而在整个2022年里面呢 还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注意哦 就是你的肠胃呢 在这一整年都是比较不好的 记得千万不要暴影暴食 吃东西之前 要确认一下食物的新鲜度哦 最后呢 现在这个2022年里面呢 视作的朋友们 比较容易会有加班过度 会有过劳的情况发生 下班之后呢 一定要好好的放松鼠牙 要记得呢 千万不要加班过头哦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你的财运在这一年里面 可以说是十二星座之冠哦 赚钱呢 可以说是比别的星座更加的容易 值得好好把握这一年 那如果你是自己当老板 开店做生意做网牌做服务业 或是从事销售业务工作的话 生意是会非常兴隆的 这一年呢 好好把握良机 就能赚到非常多的钱哦 那在投资理财的部分上 1月到9月的金融商品相关 投资理财运势是相当良好的 容易会有好的获利 那这一年里面呢 也容易会有意外之财入手 可以多买几次财卷 试一下手气 这些投资运 或是意外之财的运气上呢 女生的运气 会是比男生更好的 更容易赚到这些钱哦 那在不动产相关的买卖运势上 2月到3月是运气最好的时间 也容易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因为不动产相关的买卖呢 赚到很好的获利 那对水平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在财运上有几件事情 也是要比较小心的哦 第一件事情是在10月 11月12月这三个月里面呢 金融商品相关的投资理财运势 是不太好的 所以在做任何投资决定之前 一定要先想清楚 那这三个月里面呢 有些水平座的朋友们呢 是很喜欢乱花钱乱买东西 花钱如流水哦 所以呢在这三个月里面呢 容易会有 入不敷出的情况发生 要多控制一下自己的消费力道哦 其实在这整个2022年里面呢 不动产相关的买卖运势不算好哦 在1月还有整个下半年里面呢 水平座的你在不动产相关的买卖方面 运势是比较差的 你比较容易买到有问题的房子啊 或者是呢 在交易上可能会出一些问题哦 有措施一些时间或是一家上有一些状况之类的 所以呢水平座的你如果在这几个月呢 要处理不动产相关的事务的话 一定要特别小心谨慎哦 最后呢是在这整个2022年里面呢 水平座的你被开交通罚单的几率 被罚钱的几率是还蛮高的 那只要水平座的你呢 好好遵守交通规则的话 自然就比较不会吃罚单 也比较不会有被罚款的问题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水平座的朋友们在1月到4月 还有11月到12月的这几个月里面呢 交通是特别不好的哦 一定要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降低事故的发生率 那在出国旅行的运势方面呢 这一整年呢水平座的你出国呢 都比较容易遇到被偷或被抢的情况发生 出门旅行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探紧自己的财务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这整个2022年里面呢 水平座的你血光之灾是比较容易发生的 比较容易会有受伤流血的情况 但是这些事情多半都不是水平座的你自己造成的 其实都是别人不注意 然后害到你受伤的 比如说撞到你啊 把你撞到受伤流血之类的 或者是呢在点什么东西拿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不小心去切到你割到你之类的哦 所以水平座的你呢 在这一整年里面记得反应能力要强一点哦 如果看到别人在使用一些尖锐物品的时候 还是离他远一点保持安全距离会比较好 那对水平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一年呢是很容易积劳成疾 很容易掏劳过度的一年哦 千万不要加班过头 那下班之后一定要适度的休息和放松 舒压 最后呢是在2022年这一年里面呢 水平座的你是一个相当弹吃的人 吸收力又很好哦 所以在这一年里面很多水平座的朋友们 是还蛮容易变胖发胖的 那如果水平座的你是正在减肥当中的话 这一年呢要好好严格控制一下自己的食量哦 接下来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春雨座的朋友们来说 2022年的财运并不算好哦 赚钱方面的能力上大概是总等啊 但是花费是不少的 所以在这一年要记得开源节流哦 在整个2022年里面 如果春雨座的你呢 是自己开店当老板自己做生意 做网牌做副业或者是做销售业务工作的话 整体的这个销售成绩啊 或者是你的整体业绩大概都是总等的了哦 不会有什么太差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希望你的东西卖的更好的话 就要多多努力哦 那在投资理财的运势方面 4月到12月呢 是金融商品相关的投资理财运势 最好的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春雨座的你眼光相当精准哦 容易从投资理财的部分上 获得良好的获利 另外呢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春雨座的你也容易 会有意外之财 可以多买几张彩卷 试一下手气哦 那如同我们一开始说到过的 这整个2022年里面呢 春雨座的你财运不算好 主要是在这一整年里面呢 春雨座的你是属于花费比较高 钱可以说是左手进右手出的一个情况哦 很多春雨座的朋友们 在2022年是比较爱享受的 所以当然生活上的开支是会比较多一点 因此呢 我会建议春雨座的朋友们 在2022年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的开源节流哦 花费上要多控制一下 那一些春雨座的朋友们呢 是在这个2022年里面呢 会有比较高的一些医疗支出哦 那这个医疗支出里面呢 除了一般神病的花费之外呢 也包括了比如说医美相关的一些美容手术啊 或者是呢 你在做一些牙齿矫正之类了哦 那这一些部分上呢 也是会花费比较多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春雨座的朋友们呢 在2022年呢 交通运不好的时间 大概都是短期的了 我会在每月运失或每周运失的时候呢 提醒春雨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去看哦 在出国旅行运的部分上呢 一月还有整个下半年呢 春雨座的你都不太适合出国旅行哦 因为在这几个月里面呢 春雨座的你如果出国旅行的话 在海外当地呢 是比较容易会有病痛的情况哦 容易诚信而去 白信而归 所谓建议你呢 在以上我说到的这几段时间里面呢 不要出国旅行会比较好一点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2022年呢 春雨座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职业灾害的情形 特别是在一月还有整个下半年里面呢 春雨座的朋友们呢 都是比较容易遇到 直载发生的一个星座哦 春雨座的你呢 如果是在比较高危险的场合工作 比如说要使用一些化学有机毒物啊 或者是使用刀高压电啊 火焰 使用刀鞋比较多的场合的话 一定要特别小心自身的安全 SOP一定要做好做满哦 那整个2022年当中呢 1月到4月 还有11月到12月的这几个月份呢 都是健康运比较低迷的时间哦 那春雨座的朋友们呢 要特别注意的是心血管血压 还有肝脏 以及肠胃消化系统的健康 接下来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对于剧热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财运在这一年大概是属于中等的哦 如果你是自己开店做生意 当老板做网牌做副业 或是做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在业绩上面呢 整个销售业绩上 大概是凭过去几年的 这个销售平均值啦 所以不会太多 但是也不至于会有太不好的情况发生哦 在投资理财的运势部分上呢 2月到5月呢 是金融商品相关的投资理财运势 相当良好的时间哦 这段时间会有一些贵人相助 带给你一些赚钱的消息 可以多参考哦 那这几个月里面呢 聚业座的你也容易会有意外之财入手 可以多买几张彩券 试一下手气哦 那这整个2022年里面呢 聚业座的朋友们在财运上 有几件事情要比较注意哦 第一件事情呢 是这一年是被开罚单 被检举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 所以出门在外的时候呢 你就是比较容易遇到检举达人的那种人啊 所以呢我会建议聚业座的朋友们 在2022年当中呢 要好好遵守法规哦 这样呢就可以降低被开罚单的几率哦 另外呢是在这整个2022年里面呢 聚业座的朋友们呢 遇到诈骗集团被诈骗的机会呢 是有点高的 所以在这一年里面呢 要特别担心诈骗集团的话术 另外呢是有一些聚业座的朋友们 出门在外的时候被偷被抢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 所以出门在外的时候呢 贵重物品啊金钱手机之类的 一定要贴身保管好 要特别注意自己财务的安全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这一整年当中呢 对于聚业座的朋友们来说 是属于交通运不太好的一年哦 整年里面呢 比较容易遇到的交通状况 多半都是因为别人不守交通规则 而带来的一些事故 或小状况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聚业座的朋友们 在开车骑车过马路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警觉 注意很重职状的来车 那出国旅行方面呢 10月和11月这两个月呢 是出国旅行运势比较差的两个月哦 在这两个月呢 如果你出国的话 是比较容易呢 在海外发生纠纷 或是发生雪光之灾的月份 所以我建议呢 聚业座的你在这两个月 就尽量不要出国会比较好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这一整年里面 其实聚业座的你健康运 相对都是比较低迷一点的哦 体力啊抵抗力都是比较差的 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哦 那这整个2022年当中呢 健康运最低迷的月份呢 是1月还有7月到12月哦 特别容易有受伤流血 触点或者是呢 会有感染疾病的情况发生 所以呢 在1月还有整个下半年呢 聚业座的朋友们 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对某一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整个2022年里面呢 财运算是比较低迷一点的哦 所以呢 在这一整年当中 某一座的朋友们 一定要好好的开云 接流 控制 花费哦 在投资移财的部分上 2月3月8月呢 是这整个2022年里面呢 金融商品相关的 投资移财运势 最好的三个月 某一座的朋友们呢 在投资移财部分上呢 容易会有一些好的货利哦 另外就是在这三个月里面呢 某一座的朋友们 也容易会有意外之财入手 可以多买几张彩卷 吸一下手气 而在不动产买卖相关的部分上面呢 某一座的朋友们 在5月到10月的这段时间呢 运气是相当良好的哦 容易会有很好的获利 那我们一开始有说到过 某一座的朋友们 在这一整年里面呢 财运其实是不太好的哦 那特别是在1月 还有整个下半年里面呢 在金融商品相关的 投资移财运势上是相当不好的 做任何投资移财的决定之前 一定要先思考清楚 另外呢 在我以上讲到的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某一座的你 也会有比较多的一些意外开支哦 那也因为这些意外 原本没有预计到的开支 比较多一些哦 会让某一座的你 感受到比较大的财务压力 那如果摩羯座的你呢 是自己开店当老板的话 这整个2022年里面呢 整体的一个生意啊 或是销售业绩上 大概都是中等平稳的 那在这一整年里面呢 整体的一些支出上 是会比较多的哦 要稍微多控制一下成本 才能减少发生亏损的机会哦 最后呢 是在10月还有11月 这两个月里面呢 你的爱车是比较容易 会有伤损的情况发生 比较容易呢 会让摩羯座的你 需要多花一笔钱呢 去处理车子相关的问题哦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10月还有11月呢 是这整年当中 交通最差的两个月份哦 那在这两个月份里面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记得哦 如果精神不太好的话 千万不要开车骑车 另外呢 是在这两个月里面呢 摩羯座的你 就对驾车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哦 要记得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哦 那出国旅行的运势方面呢 摩羯座的你呢 在这一整年当中 如果要出国的话呢 千万不要去一些夜店 或者是治安太差的地方哦 因为去这些地方呢 摩羯座的你 是比较容易遇到有人找麻烦 受伤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那只要少去这些地方的话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安全的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摩羯座的朋友们呢 其实这一整年里面 你的健康运不算好哦 是属于健康运比较差 抵抗力比较不好 容易生病的一年 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 要特别注意的是喉咙 肩颈 还有上呼吸道 以及肠胃的健康 最后呢 是在10月11月12月的三个月里面呢 职业灾害的发生几率 会是比较高一点的 如果你在高危险的场合工作 或是你的工作场合需要用到高压电啊 或者是需要用到火焰刀鞋之类 或是有毒物质的场合 都要特别小心安全 SOP一定要做好做满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健康座的朋友们来说 2022年呢 在赚钱方面可以说是相当顺利 财运是还不错的哦 在2月3月8月这三个月里面呢 如果你是自己开店当老板 做生意做网派做副业 或者是做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金牛座的你呢 生意是会相当良好的 业绩呢 直线上涨哦 会让你多赚到很多的钱 那这一整个2022年里面呢 金牛座的你投资理财相关的运气 是相当良好的 加上金牛座的你呢 这一年头脑非常的精明哦 非常懂得精算 所以呢 在金融商品相关的投资理财方面 容易赚到不少的钱 而在这个部分上面呢 女生的获利是会比男生更好的哦 那对金牛座的朋友们来说 2022年呢 金钱财运上也有几件事情 要特别小心哦 第一件事情就是 在这个2022年里面 不动产相关的买卖运势 还有房屋租赁方面呢 状况是会比较多一些的 容易因为呢 不动产相关的买卖问题 或者是房屋租赁的问题呢 会有打官司的情况发生 所以在这一整年里面 如果你要买卖一些不动产啊 或者是呢 要去租房子的话 或者是你房子要租给别人的话呢 都要特别小心谨慎哦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下 金牛座的朋友们哦 在2022年的下半年里面呢 金牛座的你在花钱方面 是会越来越多 会有花钱如流水 越来越不知节制的情况发生 如果过头的话呢 就会发生乳不敷出的情况 如果你想要多充一点钱的话 2022年的下半年 一定要严格控管一下自己的开支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对于金牛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一整年呢 交通运势打至中等的哦 那如果有短期交通运 比较不好的时间呢 我会在每月或每周运势的时候 提醒金牛座的朋友们 一定要去看哦 在出国旅行的运势方面呢 对于金牛座的朋友们来说哦 一月份呢 是出国旅行运最差的时间 比较容易会有呢 金钱遗失或者是被头被抢的情况发生哦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一月的时候呢 就不要去海外旅行 会是比较安全一点的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因为作为朋友们 在2022年健康运最差的时间是一月 还有7月到12月 就是整个下半年的时间哦 那这几个月里面呢 比较容易会有病痛 也比较容易会有触点 或者是会有运动伤害的情况发生 所以呢在这几个月里面哦 使用电器用品 还有行动电源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安全 另外就是在这几个月里面呢 要特别注意头部 牙齿 皮肤 肺部 还有呼吸系统的健康 最后呢在这一整年里面呢 金牛座的朋友们 是想当谈吃的哦 是喜欢吃美食 也喜欢大吃大喝的一年 加上肠胃的吸收率 其实也还算不错啦 所以在这一年里面呢 金牛座的你变胖的几率 其实是还蛮高的 如果金牛座的你呢 想要减肥的话 在这一整年里面呢 一定要好好控制一下自己的食量 也要计算一下社区的热量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在这个2022年里面 对天秤座的朋友而言哦 如果你是自己做生意 当老板 开店做生意 做副业 做网拍 或者是做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生意是会很兴隆的 这一年呢 其实是会有很多贵客光临的哦 好好抓住这些贵客 你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那如果你是天秤座男生的话 在这一年里面呢 财运势会更好的更容易赚到大把的收入哦 那理财投资运方面 这一整年来说 其实对天秤座而言哦 理财投资部分的运势是不太好的 只有2月和3月这两个月呢 运势是比较好一些的哦 另外呢 在不动产相关的买卖运势方面 这一年是相当棒的哦 从4月到12月呢 不动产相关的买卖运势上都是相当良好的 容易会有好的获利 那财运的部分上 听评座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在1月还有整个下半年 就是7月到12月的这几个月里面 理财投资运势是相当不好的哦 如果你做错决定的话 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赔钱风险出现 所以我建议听评座的朋友们 在以上这几个月做任何投资决定之前 一定都要想清楚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对于天秤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2022年的交通运呢 大致都是装得平稳的哦 那当然每个月啊 或是每周会有一些运势起伏的情况 我会在每月运势 还有每周运势的时候 提醒天秤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去看哦 在出国旅行的运势上 10月到12月这三个月呢 出国旅行的运势是最差的哦 那这几个月呢 在海外的时候被诈骗啊 受骗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那有一些天秤座的朋友们 是在海外比较容易 会有受伤流血的情况 所以我会建议你这三个月 其实还是不要出国会比较好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2022年呢 其实是天秤座的朋友们 在健康运方面 比较低迷的一年哦 特别是在1月 还有7月到12月的这几个月呢 是健康运最差的几个月 那这几个月里面呢 有几个身体的部分是要特别注意的哦 包括肾脏 腹科 泌尿排泄系统 皮肤 牙齿 还有胸部 胸腔的健康呢 都要特别注意哦 最后呢 是天秤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2022年当中 其实是属于比较贪吃的行作之一 也很爱搭吃搭喝啦 所以在这个2022年当中 减肥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哦 发泡的几率是比较高一些的 那如果天秤座的你要维持身材的话 这一年呢 记得要好好控制一下自己的食量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钱 还有财运的部分 对瘦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一年的财运就是起起伏伏 好好坏坏的状态哦 如果你是自己开店当老板 做生意做网拍 或者是做销售业务工作的射手座的话 要记得都把握4月到12月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其实生意是会相当良好的哦 整体的业绩是会一路长红的 好好的把握呢 就会让你在今年这几个月里面呢 多赚到不少的钱哦 在金融商品相关的投资力财运市上 这一年呢 好的时候很好不好 好的时候很不好啦哦 那运势最好的时间是5月到10月的这几个月份 投资运势相当良好的 容易会有好的获利 另外是在5月到10月之间呢 也比较容易会有意外之财入手哦 可以去买个财卷 试一下自己的手气哦 2022年是运气很好的一年哦 特别是从1月到9月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运势都是相当良好的 容易从不动产相关的买卖方面呢 赚到很多钱哦 那这整个2022年里面呢 财运方面有几点呢 是社首座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点呢 是在1月到4月 还有11月到12月这几个月里面呢 社首座的朋友们在金融商品相关的投资里 运势上是相当不好的哦 做错选择或者是做错了一些决定的话 可能就会招来蛮不好的后果 所以社首座的朋友们在这几个月 做理财投资决定的时候 一定要想清楚 在不动产相关的投资买卖运势上 10月11月是这一整年里面 运气最差的两个月份哦 容易去买到有问题的房子啊 或者是呢 房地产方面容易有一些纠纷之类的 所以在这两个月处理不动产相关的事物上 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哦 这样呢是在这一整年里面呢 有一个部分是很容易破财的哦 就是跟车子相关的部分 损伤几率是比较高的 容易在车子方面花上不少的钱哦 特别是在1月还有7月到12月 就整个1月还有下半年的时间里面呢 社首座等你呢 车子都是比较容易会有损伤 或者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些状况的 比方社首座等你呢 为了你的爱车呢 多花上不少的钱 去做一些修缮的动作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社首座的朋友们这一整年呢 交通运都不算好 特别是在1月还有整个下半年哦 就是7月到12月呢 交通运都是相当不好的 那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小异坏 或是小事故的发生 所以在这一整年当中 我会建议社首座的朋友们 开车骑车过马路的时候 都要保持警觉哦 当心左右来车 另外就是呢 一定要好好的遵守交通规则 在出国旅行运方面呢 社首座的朋友们 在2022年的运势并不算好哦 因为你在海外旅行的时候 到当地呢 比较容易不小心去触犯到 当地的一些法规 你可能是疏忽了 或者是忘记这个国家有这些法令哦 因为可能跟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比较不一样 那出国的时候可能就违反这些法规 而有呢 被抓啊 或者是呢 需要罚钱的一些情况发生 所以我会建议呢 社首座的你在这一整年当中 如果要出国的话 一定要先查清楚 当地的法规当中 有哪些地方是 跟你在台湾不一样的 那不要触犯到当地的法规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2022年对于社首座的朋友们来说 相对来说是一个抵抗力 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年份 身体比较虚弱容易生病哦 那要特别注意的是 心血管 肾脏 肺部 还有呼吸系统的健康 另外对于社首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2022年是职业灾害 比较容易发生的一个年份 特别是在1月 还有整个下半年 就是7月到12月呢 都是比较容易发生职业灾害的 那如果你的工作场合 相对就是比较危险 比如说要使用到一些化学毒物啊 或者是高压点火焰啊 刀械的这种场合的话 一定要遵守SOP哦 好好保护自己的健康跟安全哦 最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哦 就是社首座的朋友们 在整个2022年当中 你是12星座当中 最容易变胖的一个星座哦 在这一年当中 你有很多机会去吃吃喝喝 有时候是别人亲密啦 那有时候是你自己 就是很爱吃也停不下来哦 所以在这一整年当中呢 社首座的你呢 摄取的热量可能就会非常的多 那如果你要减肥的话 在这一整年 恐怕几率是比较低一点 就比较困难一些了哦 那我当然是建议社首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2022年里面呢 要好好控制一下自己的食量哦 才不会有呢 一下子变胖很多的问题发生哦 接下来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对天叶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2022年里面 其实收入是还蛮不错的哦 只是花费其实也有点多啦 那天叶座的你呢 在投资理财方面 2022年是相当有理财头脑的哦 在4月到9月呢 金融商品相关的投资理财运势 是很棒的哦 容易从这边赚到很棒的好获利 那一些天叶座的朋友们 在这几个月里面呢 也容易会有意味之财 可以多买几张财券 试一下首期哦 可是到了第四季 就是从10月到12月的 这一段时间开始呢 其实你的理财投资运势 没有那么的好哦 那如果你太过贪心的话 反而容易会把你金钱 赚的钱赔进去 所以我建议你在10月到12月的 这几个月做理财投资方面 相关决定的时候 一定都要先思考清楚哦 那对天叶座的朋友们来说 下半年其实是相当会话 花钱的一段时间哦 你在花钱方面 基本上是比较不知己的 是以前的花钱如流水啦 所以在整个下半年里面呢 你可能会把你上半年 赚进来的很多钱都花光光 那当然我是建议天叶座的你啦 就是下半年尽量控制一下花费 能多存一点钱下来 就多存一点钱下来哦 那这个2022年里面呢 不动产相关的买卖运势上 就不太好 特别是在1月还有下半年 就是7月到12月的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不动产相关的买卖运势上 就是比较差的 你比较容易去买到一些 有问题的房子 或者是呢 买了房子之后 会有一些不动产之间的一些纠纷哦 可能会有官司诉讼之类的问题 所谓建议天叶座的你在2022年里面呢 在我以上讲的这几个月 买卖房屋的时候 买卖不动产的时候 都要特别小心谨慎哦 最后呢 要提醒一下天叶座的朋友们 在2022年的1月份呢 你是很容易吃到交通罚单的啦 那在这个月里面 记得开车骑车的时候 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天叶座的朋友们呢 在2022年里面 交通最不好的时间 是1月还有8月的这两个月哦 那这两个月里面呢 你比较容易违反交通规则 而发生一些小意外小事故 所以在这两个月里头 天叶座的朋友们 在开车骑车的时候呢 一定要稍微谨慎一点 好好的遵守交通规则哦 那出国旅行的运势上呢 其实在这一整年里面哦 天叶座的朋友们 出国的时候 是还蛮容易会有艳遇的哦 被外国人追求的几率是还蛮高的 那当然就是谨慎选择一下会比较好 不过在这一整年里面 出国旅行的时候呢 天叶座的你是抵抗力比较差 比较容易生病的类型 所以在出国旅行的时候呢 天叶座的朋友们 还是要记得戴口罩 勤洗手 那吃东西之前 要确认一下食物的情节哦 那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2022年呢 健康运最低迷的时间是 10月11月还有12月 这三个月哦 那天叶座的女生呢 那在这三个月里头 健康运呢 会是比男生更差一些的 那在这三个月里头呢 天叶座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心血管 泌尿排泄系统 胃部还有肾脏的健康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金钱 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叶座的朋友们来说 2022年就是一个很会赚 但是也还蛮会花的一个年份哦 那叶座的朋友们记得多开元节的 就可以多存下一些钱来 如果叶座的你呢 是自己开店做生意 当老板或者是你是做网牌 做副业的话 还有做销售业务工作 在5月到10月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商品的销售是会相当良好的 那也会让你呢 有很好的一个收入 那当然好好把握这几个月呢 多一点努力的话呢 就会让你呢多赚到更多的钱哦 另外呢 在金融商品相关的投资以财运势上 叶座的朋友们呢 在这个部分上的运势就是中等的哦 没有大好 就是不会赚太多啦 但是也不会有大坏的情况发生哦 不会有什么太多赔钱的情形 那对叶座的朋友们来说 财运上呢 2022年有几件事要特别注意哦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1月到4月 还有11月到12月的这几个月里面呢 叶座的你可以说是花钱如流水 所以花钱方面就是相当的不值截止哦 那当然就会让你呢 把今年赚进来的很多钱 又都花光光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多存一些钱下来的话 在这几个月里面呢 要好好控制一下自己的开支哦 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购买欲望哦 第二件要注意的事情是 从10月到12月 就是2022年的第四季呢 你在不动产相关的买卖运势上是不太好的 那容易比如说买卖的时候 出一些状况或问题 买到有问题的房子 等等之类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 所以在这几个月里面 如果你要买卖不动产的话 一定要先考虑清楚哦 最后呢是在2022年里面 双一座的朋友们呢 在车子方面的花费会是比较高一些的哦 特别是在1月 还有整个下半年 就是7月到12月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从一座朋友们的爱车呢 是比较容易会有损伤 或是会有碰坏的情况发生啊 那当然就 你比较需要在这几个月里面呢 多花一点钱去修缠你的车子之类的哦 那这几个月里面 如果你要购买新车 或者是呢 购买二手车中古车的话 也比较容易买到有点问题的车子哦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这一年呢 交通运真的不太好哦 双一座的朋友们呢 在1月还有整个下半年 就是7月到12月的这几个月呢 交通运是特别不好的哦 主要是在这几个月里面呢 比较容易因为别人不守交通规则 就带给你一些麻烦或是一些小事故哦 双一座的你当然就是比较无辜一些啦 因此呢 在这几个月里头哦 双一座的朋友们 在开车骑车过马路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保持警觉 当心很充值状的来车哦 那在出国旅行运的部分上 双一座的朋友们 在2022年的出国旅行运 大致上是中等的 只是你在出国旅行的时候 比较容易被一些奇怪的人给纠缠上哦 那会对双一座的你来说 是一件蛮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我建议双一座的你呢 在2022年如果出国旅行的话 尽量不要去一些夜店或夜生活场所 也尽量呢 不要到一些自然太差的地方去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2022年里头呢 双一座的你有几件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第一件事情就是 双一座的你在2022年呢 其实是一个肠胃吸收力还蛮好 然后你又很爱吃的一个年份 那当然在2022年里面呢 你就是几个比较容易变胖的星座之一了 那如果你想要减肥 或者雕塑身材的话 在2022年呢 要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食量哦 另外呢在这一整年当中 双一座的朋友们要记得多注意自己肺部 呼吸系统还有脚部的健康哦 那有任何不舒服的话 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治疗哦 最后呢是有些双一座的朋友们 在2022年里头呢 是比较容易会有失眠 或是会有睡眠障碍的情况发生 特别是在1月还有整个下半年 7月到12月里头呢 比较容易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如果失眠或睡眠障碍的情况 太过严重的话 一定要尽快去请医生帮你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对我们羊座的朋友们来说 2022年的财运大致是总等的 可是这一年要特别小心诈骗集团哦 在整个2022年当中呢 我们羊座的朋友们 参与最好的时间是2月3月还有8月哦 这三个月里面呢 如果你是自己开店当老板做生意 或者是呢你是做网拍做副业 从事销售业务工作的话 生意很好 那你多一点努力的话 在这几个月里面多多抓住一些贵客的话呢 就能够让你的业绩呢 有不断的一个成长哦 那另外是在金融商品相关的 投资产运势 还有不动产买卖的运势 其实上在这一整年里面呢 大致上都是总等的 那当然有一些短期的起伏啦 我会在每月运势的时候提醒牡羊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去看哦 那这个2022年里面呢 有几件事情也是要特别小心的哦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过的 这一年里面牡羊座的你是比较容易遇到诈骗集团 加上有时候牡羊座的你就是性子比较直一点 耳根子有时候在2022年也是比较软一点啦 哦那在这个2022年里面你就很容易被骗了 那被骗了之后呢 当然就会损失一大笔钱 所以呢在2022年的1月还有7月到12月这几个月里面呢 一定要特别提防诈骗集团的话数哦 最后呢是在2022年的10月到12月 这三个月里面呢牡羊座的你呢 是车子比较容易出状况了哦 比较容易发生需要修闪 比如说转坏啊磨刀啊伤损之类的情况 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 所以呢在这三个月里面牡羊座的朋友们 一定要好好遵守交通规则哦 就能降低车子伤损的几率 那这三个月里面呢 如果你要购买任何新车啊二手车中五车之类的 你一定要详细检查哦 以免买到有问题的车子哦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对于牡羊座的朋友们来说 8月到12月呢是这一整年当中 交通最不好的几个月份哦 那这几个月份里面呢 牡羊座的朋友们开车骑车的时候 比较喜欢抢快啦 过马路的时候也不太爱看红绿灯哦 所以容易会有超速啊闯红灯的情况发生 那当然呢出一些小状况 小意外的几率就是比较高了 那另外有一些牡羊座的朋友们 是在这几个月里头 容易会有酒驾的情形哦 最后在这边呢还是要提醒牡羊座的朋友们哦 在明年2022年的8月到12月呢 开车骑车的时候一定要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要记得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那在出国旅行的运势上 牡羊座的朋友们在2022年呢 出国旅行的运势达至是中等的 没有什么太不好的状况 那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在这个2022年当中呢 1月到4月还有11月到12月呢 牡羊座的朋友们 健康运势比较低迷的 那这几个月里面要特别注意的是 牙齿、皮肤、喉咙、声带 还有呼吸系统以及脚部的健康 另外是呢在这一年当中哦 牡羊座的朋友们呢如果经常更换上床对象的话 一定要做好安全保护措施 以免感染性病哦 最后呢是在这整个2022年当中呢 牡羊座的朋友们是比较容易会有 酒精摄取过量的问题发生哦 特别是在6月到9月的这段时间里面呢 你就是比较爱喝啦 那容易呢会有因为酒精摄取过量 而会有伤肝的情况发生 所以呢在这整个2022年当中 牡羊座的朋友们一定要好好控制一下 自己的酒精摄取 不要喝太多酒哦 这下我们看到的是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对双子座的朋友们来说 2022年呢财运最好的部分 就是在金融商品相关的投资理财运势上面哦 在4月到5月还有10月到12月的 这几个月份里面呢 投资运势相当良好的 容易从金融商品相关的投资理财上 赚到不少的钱 那在整个2022年当中呢 双子座的你如果是自己开店当老板 或者是呢做网牌做副业 做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生意大概就是中等普通的啦哦 整体的销售量大概就跟过往几年的平均差不多 那当然每个月呢财运还是会有高低起伏的哦 我会在这个每月运势的时候提醒双子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去看哦 那在不动产相关的买卖运势上也大致是中等的 不会有什么太不好的情况啦 但是获利上可能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的好 那当然每个月会有一些运势的起伏哦 我一样会在每月运势的时候提醒双子座的朋友们 那这整个2022年当中财运最差的月份是1月份还有8月份这两个月 主要是因为在这两个月份里面破财几率是比较高一点 比如说被偷被抢啊 或是试东西以试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那在这两个月里面呢也比较容易会花钱如流水的情况 双子座的朋友们在这两个月一定要好好控制一下自己的花费 那出门的时候呢贵重物品当然一定要随心携带好好的保护哦 这下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对于双子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这一整年里面呢交通运势大致中等的哦 那每个月呢其实还是会有运势的高低起伏 我会在每月还有每周运势的时候提醒双子座的朋友们 哪些时间呢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交通安全哦 记得要去看哦 那在出国旅行的运势上 这一年呢双子座的朋友们出国旅行运势是不太好的哦 特别是在1月还有7月到12月这几个月呢 其实出国旅行的运势就是比较差哦 在海外的时候呢比较容易会有受伤流血 或者是呢会容易发生悲心骚扰的情况 那我当然是建议双子座的你啦 在这几个月里头如果你出国旅行的话 尽量不要去夜店也尽量不要去治安太差的地方 自然就会比较平安哦 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 双子座的朋友们在2022年里头呢 健康运势比较低迷一点的哦 特别是在10月到12月里头呢 健康运势这一整年里头运势最差的几个月哦 那这几个月里头呢 是比较容易会有受伤流血的情况发生 也比较容易呢会有烧烫伤的情况哦 所以在使用刀戏啊或者使用火焰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安全 那这整个2022年里面呢 双子座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头部眼睛肝脏还有脚部的健康哦 最后呢是在2022年的1月还有整个下半年里头呢 双子座的朋友们比较容易会有失眠或者是会有睡眠障碍的情况发生 那如果这些睡眠障碍的情况真的太过严重 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作息的话 一定要尽快去请医生帮你治疗哦 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喜欢星座的朋友们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我是阿天米思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